地人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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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雅琪师姐你好 各位对视机前面的师兄师姐 各位善性大德 大家好 我是中港道场 言贵法师 谢谢 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的法师都是非常的忙碌 除了自己在我们的教室或者是道场的这些法务之外 还要参加很多我们法务的这些活动 甚至最近所有的法师 大家为了博士论文都是非常的忙碌 我们现在就来一一了解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 原成法师 听说你最近也写的这些博士班的论文 也是昨天晚上才赶完 而且刚刚出炉 一个晚上都没睡 我想请问一下 你所写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大概是什么 主持人雅琪师姐 我所写的就是命纲 我所抽到的题目就是 师父给我抽的这个命纲的题目就是 动植物之命 动植物之命 是的 动植物之命 在这个大地之中 我也不知道动植物之命 要怎么样子来下手 要怎么样子来去提笔 因此我就想到说 不管是动物植物或是石头 当它构成一个大地的时候 它就是有这个生命的存在 环绕着我们的生活周遭 因此我就由这一方面来 下笔来写这个动植物之命 是 昨天晚上也是写了大概是12点多 写完了以后是困没去 睡不着 是是是 所以可见就是我们这些法师 真的每一位除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要做得非常的好 还要教导这些学员 另外我们本身还要更精进 博士班的论文可是不好写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原画法师 应该也是写得很晚 那你可以告诉大家说 你写的论文的主题是什么吗 那我这一次被分配到的论文是 是师父所讲的病纲里面 十五项中的第二个家庭之命 家庭之命啊 是 家庭之命刚好是 现在在个人之命跟事业之命跟国家之命之中间 是一个主要一个关键 是是 我在论文中也做一个很详细的交代 虽然是比较狭小一点 但是我以三个工厂加上三个案例跟 那可侵法者在文中做一个详细的说表 是是是 谢谢大家 是 所以这个家庭之命 家庭不是只有个人的团体 真的包括了事业 包括家里的亲情 包括健康 种种方面的问题 只要是人 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就是 原贵法师知道就是说 最近你也很多事情很忙碌 正在精进当中 那我知道就是说 你在明道大学所写的这些硕士的论文 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大家一点吗 我在明道大学所写的论文是 这个 《易经》与《维谋结经》在生活上面的一个交集 是 所以在《易经》跟《维谋结经》之间 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相贯通的地方 那这贯通的地方可以在我们的人性上面 哲理上面 以及我们生活的意义上面 都能让我们对人生做一个积极的 一个精进的一个参考 是 所以说每个人所努力的范围 每个人所掌握的主题 其实就是跟《易》跟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我们维新圣教每一位学员弟子 包括非常多的信众 都知道我们维新圣教 老祖师尊开示的王禅老祖学庙真经里面 谈的东西很多 但是其中有一样就是说 三寸气在桥走百条路径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生命的时候 气在的时候 这一口气可以带动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可以去做很多你想做的事 但是如果说这三寸气断了 可以说人的肉身已经不见了 可是你肉眼看不到 但是只要是仅存了 只有我们的慧命还有我们的灵性 这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刚刚我们原画法师你提到了 就是说写着就是我们的家庭之命 所以我现在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请问一下我们的原画法师 命纲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 那命纲呢三一命补相叫做五纲 那命纲是五纲之中的一部分 那问言禅师情经在命纲里面开示 是 命纲包括天命还有众生命 是 那天命又包括先天与后天 那在整个命纲里面 事物又把它细分成十五个 从个人之病到家庭之病 到事业之病到政治之病 到国家之病到宿土之病 到公司之病到动物之病 到乌宿土之病 甚至于器物之病 那第十一个是谈到慧病 再来就谈到全身 全身的生命 还有再来谈到来生的生命 至于修未来生的生命 最后是祝我的这个炼身 总共把它细分成为十五个 那我最主要的题目里面就是家庭之病 当然在这十五个命当中 最重要的还是到最后都牵扯到 一定有用意 用意 包括还要积散修治 还有留志留德等等 都非常重要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未来生之命 这个未来生之命 我想就是跟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说我们存的这些灵性 还有我们的慧命有关系 包括我们现在维新圣教 每一位所有的学院弟子信众 大家很努力地在修行 诵经 修行 这应该是跟我们的未来生之命 有关系吧 原话法师 是的 那这当中就我们以我们抚眼禅师来讲 它海内外洪华 留德 留志 像我们最近师傅完成的这个道杖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件 同时也开建取用 然后这总共目前有十一套分别长椅 在我们的仙河寺 三宝寺 还有台中道场 大安寺 还有包括台中道场 台南道场 还有高雄道场 陈阳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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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土城 安心道场 大安寺 那大陆方面 只有我们那个银梦山八卦城 一套 总共目前有十一套 是 是 是 就是我们师傅 留志留博 把这个庙法留下来 是 是一个很失胜的 是 所以师傅的慈悲 已经在我们维新圣教 弘扬庙法 跟随着老祖世尊 有33年的时间了 那 诚如我们刚刚 运化法师说的 留志 留德 而每一个道杖 把存藏这些宝藏 我们这些道杖的时候 仪式都是非常的殊胜 我想有参与的人 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的维新圣教 可以说到现在没有一个教别 可以存到15615的道杖的 这种宝藏的书籍 当然就是说 师傅也开始我们说 如果一个人 也就是一般的凡夫 那只会求长寿 想健康 想长寿 那这个人呢 应该不知道忘记修行了 如果你真的是忘记修行的话 那可能就是每一天都是空思妄想 想的有的 想的没的 想的都是一些没有智慧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在你的工作 还有你的事业 还有你的求工作事业的长寿的话 你一定要懂得用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懂得用意的时候 你就有善良的一面 有善德的一面 甚至就拥有广大的一个智慧 所以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 原成法师 请你谈一谈 就是说三一命谱像 这五刚里的真实意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者有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主持人 我们所谓的三一命谱像 五刚 那么这个三就是耿为三 三就是一个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 主贵 主秀 这是三 这个地离三合大地 也就是灵性 包括咸空 哀心 也都是融入在三合大地里面 所以说三家就是一个主柜 那么这个一呢 我们所谓的一 并不单只是我们人生的一 而是大地的河川的病 还有万物的病 也就是法无定法 那么这个社会 国家 家庭 跟个人的事业 有这个病症 这个也都属于 医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命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 就是所谓的命刚 在也是在我们的 这个五刚之中 那么这个医呢 我们像最近这个 台北市新电锡 有很多的这个疑都漂浮起来 就死了 那么这个就是河川的病 这是大家都看得到 那么这个河川的病 是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是 这个也是一个一 那么这个 土呢 就是一个念动 土挂 就是一个心理的 瞬间的一个念动 相由心生 那么怎么样子 来由念动 而心生来用意 来谱意 那么这个就是谱 相就是我们一般 相由心生 也是要用意来沾 让我们了解 这个吉凶吉佛 那么这个山呢 对我们非常的影响之大 我有一位学生 他就是住在一个公寓 这个他联系 大概是五年 生这个三个女孩子 都生女儿 那么第三胎生下来的时候 那么护士医生就恭喜他 说生个千斤 当时他就泪乳以下 为什么呢 是太高兴了吗 是因为三个都女孩子 三千斤不是很好吗 那么医生认为说 千斤反而比男的好 但是在一个保守的家庭里面 是 你光生你的 没有生男的 就是没有权力 没有地位 是 那么他就跑来问我 他说怎么办 我说你是不是要换个基柱的地方 那么这个基柱的地方 我就跟他建议说 最好后面有山 那么我就给他找一个社区 后面有很漂亮的山 非常的清脆 我叫他说你就住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学员他说 那天有好 我说你就听我的话 试看看 试看看 结果他住下去 他给我讲说一无心 那么一无心 他心里就不太愿意 甚如果说是你的话 他就是不太愿意 有压力 对 无形中的压力 那么我就说你生下来 我说这个难的 一定是难的 而且是很 非常的聪明 你有帮他沾个挂吗 对 我有帮他沾个挂 我说没有问题 那我沾个挂 那种我也没有告诉他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这个绝对是难的 因为后山非常的俊秀 山主贵 主聪明 我说这个难的一定是难的 你不用置疑 你也不用怕 结果生下来果然是一个难的 太恭喜了 而且果然是一个难的 以前呢 他这个以前的家里的千金 念书也是非常的不认真 不用功 但是自从搬过去了以后 生了这个男孩了以后 自动的就很认真的在念书 这个意思是说 整个磁场都转换了 整个磁场就改变了 那么说这个山的用意 对我们环境积住的影响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刚刚就说 以我们现在的山医命谱项 要来乘数呢 这一点的时间是绝对不够 不够呢就是说让各位知道 真的山医命谱项里面 如果说换个地方 然后呢 生个小孩沾个挂 知道是男生还比超运波还更快 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妇女朋友 如果怀孕的时候 难怪有很多人都想来说 请示一下法师来沾个挂看看 不过师父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些学院弟子要多修行 而且要我们就是修心 修口 养灵 要修自己真正的好的行为 但是呢平常呢也鼓励大家 全民诵经 大家都诵经 因为这些经典呢 就是这些圣人留下来的 这些智慧 这是非常殊胜的 原归法师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师父开示的 无论就是我们提到就是说 论命无命可论 因缘果报 这个好像大家朗朗上口 但是呢 他的真实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句话说 命中若有自然有 命中若无 那也莫强求 唯有重得以修得 那么命是过去的因 现在的源与未来的果 是 所以我们命 只占了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一的打平 还有三分之一的风水 那师父开示我们 命运如果不佳 首先要断绝一切不必要的 这一个外言 来检讨过去跟现在 再计划未来 那我们知道 命里面每一个人不同 有的人是原神洞 有的人是祭神洞 有的人是仇神洞 那么如果是祭神洞的话 他冤君在主比较多 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碍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 去突破这个障碍 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 这一个过去的因 以及现在的源 然后怎么样子去用心性 或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去突破这一些障碍 再来是这个仇神洞的话 那就是表示容易遇到这个小人 那么小人他躲在暗处 我们只有用忍耐包容 接受的态度 那可以渐渐的去化解 这些小人的缠绕 那如果原神洞的话 那表示我们过去生的因 种得非常好 广洁善严 所以今生会有很多贵人 来帮助我们 但是贵人来帮助 我们生活会比较顺 那顺境反而容易造成自己 另外再增加新的这个业障 所以在顺境之下 更应该修行 更应该培功利得 所以师父开始 论命无命可论 因缘果报 所以这因缘果报 就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借鉴 也是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 没错 真的我们提到就是说 其实论命无命可论 因缘果报 诵经回向给我们的冤心在主 可以得到智慧还有功德 另外就是说 可以化解这些累结的恩怨 甚至也未来 未来世来做修行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命 像一个种子一样 那这种子包含了我们的生命 它有很多的发展的基因 不管是植物 动物 人 反正就是有生命的东西 它都有它的基因 可是种子是不是完全照 我们天然的基因来做发展 其实这也是未必的 所以我们想请原画法师 来谈一谈就是说三一命普相里面 命纲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好 刚才有谈到说命纲是 我们三一命普相五纲之中的之一 师父也在这命纲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从天命还有众生命 那天命分为先天与后天 先天是以生寄来 后天说靠你去修行 像师父就是以生寄来 待天命 那天命呢 在我们在命纲里面 天命 是说天命难为大功无师 那我们师父呢 在里面谈到如何呢 命纲里面谈到是万法的一个 所谓的法一个总观念 那过去师父也常提到说 命纲里面 当都生命论 那只有去再转念 去转念才能改变你的那个命 改变你的命 那就是大家来学义经 用义里面就是变变变 就可以改变一个人 这是无可否论的 根据我这多年来的一个了解 确实是有关系的 我是一个以学科学 但是呢 义学是一种走学 是有点相抵刺 事实上这个 有的人把三一命不相 说是为歪道 其实是他们真正没有一个 深入的一个了解 不是这样的 是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命呢 就是像一个种子 一个基因一样 那其实它是非常的科学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每一次呢 雅琪在访问 全民健康保健的时候 来的呢 都是各大医院的这些医生 那这些医生呢 提到就是说 我们的中门呢 就专门交的 医经跟风水的时候 他们会很好奇 这里面到底上些什么课 其实一时间要跟他讲 其实也很困难 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 假设如果医理跟医术 是易经的话 那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循环 当然就是风水啦 你们现在已经懂得风水了 而因为你们懂得风水 就是人体的风水啊 那如果说 以我们的居家 还有这些 所谓的工厂 甚至呢 往生以后的这些 也算是风水了 所以几句话 也可以让他们懂了嘛 我想法师们 应该同感我这个想法吧 那当然就是说啦 原成法师 想请问你喔 人的生命呢 跪在就是我们的 血液循环的代谢的顺畅与否 那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人体与风水的关系吗 谢谢主持人 雅琪思学 那么这个 血液循环代谢的顺畅与否 关系到我们人生命的活动力 是不是能撑得住 或者你倒下来 是 那么在我的血缘里面 初期班里面 有一位血缘 他是专门做工程的 身体很好 人高马大又壮 那么有一天上课 他就没有来了 那么我就 亲自打电话去 问他的家里人 他说他入急诊处 我说怎么搞的 怎么会急诊处呢 他说 他去高雄 开标 开一个工程 回来一下车就倒下去了 是 他就马上送急诊处 那么 因为他做工程 那我也蛮关心他的事业 然后说既然是急诊处 那么急诊处就是 不是好就是不好 急诊 对急诊 我就去看 他说 这个患者 我就请教护士 我说是怎么回事 我也请教他本人 他说 吃油就不好 就是心脏突然快 突然快 是 突然慢 心力不整 对 心力突然快 突然慢 那么快 他就给他吃药 给他抑制 那么慢 他就用药给他提升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因为你太慢的话会休克 太快也会休克 不行 我说奇怪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就 征求他 太太同修的 愿意 就是同意 我说 我可以不要到你家 我看一下 是 他说可以 我就去看 结果我去看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家里是 一二楼 一二楼就是 双拼的一二楼 是 那么我就到二楼去看 结果在中宫的时候 我看见他 二楼中宫 放了一台大冰箱 大冰箱 那么这个冰箱 他冷度不够 他马达就打 是 马达就打 加力了 对 一打 一人就感受 他的心脏就快了 对 那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有请教 我说 请教这个师傅 我说 这个电冰箱 跟心脏有什么关系 他说那个中宫 中宫就是管四方 管四方 管我们身体的四方 中枢地带 他说你根本就不能够 五房的地带 你不能够有洞的东西 是 我就知道了以后 那么我也没有讲什么 我就跟他们 同时有讲 我说 冰箱可以不可以拆掉 拆到楼下来 把他移走 把他移走 就是不要在这个压缩机里面 没冷的时机就拼拼 拼 冷的时机就停 停的话 难怪他的心脏就失好失败 停的话他就很舒服 你说怎么会 医生说 疾病怎么会这样 结果原来就是中宫 不能够有洞 就是五房的地方 不能洞也进 不宜洞 是 那么我也没有跟他讲得很清楚 有人在那里发白心情就不好 是 我是说 建议说 我说赶快把冰箱拆掉 那么他太太就说好可以 结果一走 情况改善了 那天下午就拆 第二天下午他就回来了 你说 你说好好 你不怎么用 你先说 你要还是要带着 所以说 这个风水这个地方 说起来也是 非常的奥妙 一个冰箱就能阻掌 你的生死大权 真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 在曾经就是说 在美国有一位医生 也是这个心跳乱跳 所以他自己本身医生 也是没有办法 结果回来台湾的时候 才把他的经过讲一下 原来家里的冰箱 出了问题就在中宫 移走了以后 不要而遇了 这就是风水 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最好到各个道场来请医 站站过 知道一下 也看医生也知道 家里的风水 我想这是最有保障的 不过我想就是说 师父开始我们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最宝贵的 最幸运的就是说 我们有人的身体 那这个身体 可以用身体来念经 而且就是说 诵经的话 就是替佛祖来说法 所以说 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 在诵经的时候 隆天护法 都会来感谢我们 所以加持 护持我们 这是非常重要 当然在这里 我想请问一下 原贵法师 请你谈谈诵经 回向能化解 个人冤亲在主 这因果的殊胜 可以以案例 来跟大家来分享吗 诵经的时候 我们都会心比较平静 而且会发时间 在诵经上面 那这一段时间的话 第一个 我们不会造口业 是 第二个 我们心会比较平静 那我们知道 我们诵经的时候 一定要请神 要念文书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隆天护法 自然会护佑着我们 那这一些 燕金寨主 他在旁边 看到我们这样子 诚心诚意的诵经 那么相对的 他也会接受到 经中的这一个真实义 所以 燕金寨主 相对的 他心也会平静下来 那只要燕金寨主 心平静下来 那他就可能 由燕金寨主的 这一个角色 变换为 我们的护法 但是这个护法 是一个严格的护法 当我们没有 没有好好做的时候 这个护法 他又会转换为 燕金寨主 所以我们诵经的时候 这个对燕金寨主 或者对本身来讲 都是非常有利的 有一位师兄 他生活非常困顿 事业 家庭 都一直不平安 但是他很认真诵经 而且他诵经的时候 他又放了一桶水 那么这个水 他又很用心的 去装这个能量水来 那每一次诵经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水 分给所有的师兄师姐 来共同引流 那么他在诵经的时候 他除了回家 燕金寨主之外 他还说 只要喝到我所念经 诵这个持咒 这个水的这一个人 他的身体 他的事业 都会更平安 更顺利 所以我们从诵经里面 可以发现到 这个师兄他的心量 已经扩大为一个 菩萨的一个心 所以诵经就是一个 菩萨的一个心量 也是一个菩萨的一个行为 所以相对的 我们可以联想到 如果有这样子的心量 那冤金寨主 他一定会暗中来 一起来共修 谢谢 您刚提到了 我们就想每一个人都知道 就是说大杯咒的水 磁咒的水 它的能量很大 因为曾经在日本 有一位博士 他也提到了这个水的能量 当你对水 示意 表达感谢 感恩的时候 这个水的结晶体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当你这一杯水 你开始对它有愤怒 开始有恶骂他的时候 这杯水的结晶体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水的能量是很大 只要是你有慈悲心 多慈奏的话 我想你的能量 可以改变全世界的 当然就是说 人活在这些世界上 就是师父开始 就是说智者 他是充满了乐趣 而且他的生活 过得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是一个愚者 就是过了生活 是很无奈 而且很无助的 甚至充满了烦恼跟苦闷 所以我想就是 没有智慧的人 也会影响到命运 原话华师 家庭之命跟个人之命 事业之命的相关性 可以请你说一下吗 好的 那师父曾经在命纲里面 开始 那个人的命 一般来讲 就是以命卦来讲 命卦来论 是 那命卦的好坏 大概以这几个 四个原则为主 那第一的条件就是 命卦里面的素摇 一定要望向 那如果素摇望向的人 会怎样呢 有灵性 光明 然后呢 有助威 还有这个 老伦炎 第二呢 那这个面卦里面的季筍 一定要修求 是 那季筍就是 酬仑嘛 你不能忘 酬仑有来等于说扯你后腿 那 酬仑呢 也是要修求 表示你所前辈子所觉得那个酬仑比较少 那盐筍呢 一定要望向 是 因为盐筍就是我们的贵人 所以一定要望 这是说有关于这个个伦之病 那家庭之病呢 包括个伦之病 还有包括风水 那风水呢 包括自家 工厂 公司 还有 子仙的组合 所以呢 师傅开始说 如果呢 我们的那个 风水呢 不好 家庭也好 那是不可能的 那至于事业之病 这都是反反相扣 师傅之病 事业之病 师傅里开始谈到这个福报 那福报呢 有时候时事造英雄 另外的话 你要投资呢 当然一定要用意来占卜 你才不会失败 至于风水的话 那祖魂如果是急的话 事业就顺利 你的祖魂如果是凶的话 那事业就不顺 不旺 也会受到影响 对对 那至于 有关 像说 事业百人的老店 一定都有地理的存在 它能 才能这样的一个永续的一个经营下去 所以这个符合风水法则 才能够事业永续经营 那从个人之病 还有家庭之病 还有事业之病 其实它是一体的 是 同时是反反相扣 同时也息息相关 从我所见到的一个案例 我曾经在印尼看一家工厂 那结果老板命中没财没苦 所以他来印尼 我刚好去印尼看一家工厂 那顺便来清华 结果呢 他公司已经经营到很可怜 卖机器在花薪水 最后 听我 请我去印尼看工厂 那个朋友 回报消息说 好像在经过一两个月 他就把那个工厂收起来 就已经没办法再经营了 所以各伦的病 跟家庭的病 跟事业的病 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呢 也都离不开风水 所以呢 我们用意的话 掩益 凡事接战 绝对对你有帮助 没有好处 没有坏处 有好处 没有坏处 所以 不管是事业也好 家庭也好 或者是 个人之命也好 其实福报很重要 福报从哪里来 风水要如法 才会事事都顺利 这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所以任何一个家庭 或者是呢 我们的一个宅舍 那都是一个世界 师父常常开示 我们大宇宙就是一个大太极 但是呢 当你进入到一个空间的时候 那个空间也是一个太极 进入到家庭 家庭也是个太极 进入到一个房间 它也就是一个小太极 所以大太极 小太极呢 都是一个世界 可是一个小空间 小世界呢 你必须一样的 要去接受一个大的能量 但是呢 这个大的能量呢 希望它能够是 接到是蒸汽 还有必须要调和 甚至呢 如果说有蒸汽也好 调和得更好 取得平衡的时候 这也就是一个风水的法则 原层法师 我想请问你 家庭的环境 如果违背了风水的法则 就是违背了易经 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 谈一下好吗 谢谢主持人 雅琪师姐 在我教这个初级班的 将近十年的时光之中 就是违背易经真理 违背风水法则 我的一位邪言 在至今也是我的 心里的一个痛 他虽然不是先修班 是我一个先修班邪言的朋友 那么有一天 他带我去他的家里 顺便到我朋友的 他的朋友那个家里去看 他说看他装潢怎么样 那时候刚好是十二月 是 那么快接近过年了 刚好那一年是 耕影年 刷吧 那么他刚好是 坐北朝南 是 子山 五象 我一去一看 我说 哇 你坐北朝南 今年是三煞方 你怎么动 我就跟我这个先修班的邪言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这个朋友怎么在动呢 也没有问 不能动头的 就是动 动功 动股 绝对不能动 对 三煞 三煞 我说这个很严重 我没有当然在他的朋友前面讲 他那个朋友也是蛮拱高的 但是我跟这个我们先修班的这个邪言 我跟他讲 我说这个不是很好 我说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结果他做好了没有多久 他的儿子 结果在一场意外中就上升了 他儿子大概是四十岁左右 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中间分子 很强棒的人 那么他儿子就挂了以后 就是意外 就是意外写光 大概没有多久 他的阿嬷 就是在睡梦中 也走了 当然他的阿嬷是因为年数高了 岁数高了 这个走是合情合理 但是你恰巧在这个时候走 就是未免让我心里 真的是 又觉得怪怪的 怪怪的 就是印证我们的生活风水法则 这是大地的运行法则 你不能够违背 是 易经的风水法则 不能够违背它 两个人走了 两个人走了 我都有去参加他的告别式 是 那么又没有多久 他的爸爸又得癌症 是 这家子怎么做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 这个三煞 就让我深切的印证到 非常非常的不幸 也是我心中的痛 不管它是不是 我们的血缘或怎么样子 我们总不希望看到这个悲剧 是 没错 没错 所以说 易经 风水 大地理 我们完全不能够违背 顺天则仓 逆天则亡 没错 没错 所以说在我们维新圣教 全台湾有36处的道场 还有各个的教室 为的是什么呢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如果您有一些疑难的问题 或者是无解的问题 希望到各个道场来请法 希望不要说 三煞年就是不能动土 不能动的 你偏偏动的 这样出了问题了 真的是 非常的不顺 家里也产生了很多的悲剧 所以我想就是说 如果各位 也可以一起报名来参加 我们的易经大学 学修的课程 师父常常开始我们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我想多学习 家里一定 这些易经风水的妙法 运用得上的话 一定是很平安顺利的 当然提到这个易经风水妙法 就是存在我们的宇宙 虚空里面的万生万物 都必须融入在其中 可是师父开始说 风水的法则 就是顺天的法则 诚如刚刚我们原成法师 他提到的 这是不变的真理 因为顺天则昌 逆天则亡 所以原贵法师 我想请问一下 住家房子地基 低于路面 我看到很多人家里 很多的旧房子 常常都是比路面低 因为路面一直盖起来 一直天土 路面低的时候 在我们的易经风水上面 是犯了什么样的大忌 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路面比房子高 那在我们的这个风水里面 我们称之为藏土 是 所以藏土 它会影响到 一家人的这一个财 财会比较不拒 还有它这个丁柜方面 也会比较不顺 是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形的话 最好是把它添土 添土 添土 从家里面添 对 从家里面添 然后把它这个高度 跟这个路面 要平 要平 是 我们附近就是有一条巷子 那巷子的这一个路面是高于这个房子 那每一次只要下大雨的话 这一条巷子里面就是淹水 所以他们这一些 这个巷子里面的人 也真的是很累 但是有一部分的家里面 就开始知道要添土了 那添的平平之后 它家不再淹水了 那他们的这一个日子 看起来就已经改善了 家里好像也比较明亮多了 对 也比较明亮 而且进出 那看起来笑容也比较多 是 所以我们遇到像这样 藏土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一个 家里面的这一个地基 把它添高 这样是最好的 是 所以现在向下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看到 或者是一些比较都市 比较郊区一点的这些房子 因为早期盖的 所以其实家里的地基 比路面低了很低 那这都是会影响家里的主运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道场 都有一本 我们的洋宅风水学 在台湾也就是我们的洋宅风水学 非常的重要 可以再来这里结缘 而且欢迎大家 就是说平常多多的来上课 可以学习到一京风水庙法 我想利用一点时间 让每位法师 回答很简单的问题 学员将用什么样心态 进来我们的一京大学来上课程 来 原成法师 各位社会社会 以及对这个疫经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来参加 我们在内湖教室 在台北市内湖区 新民路174项1号5楼 欢迎各位 为贤答人士 一同来研习我们用意习意 谢谢各位 你的电话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吗 27905517 好 请入位 就就近的朋友 可以到这个我们内湖的新民路 来参与上课 那当然一会儿法师 这些学员呢 你都鼓励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上我们一京大学的课程 我都是 如果是电视机的朋友 对一京有兴趣 我认为是以翻试心来学习 因为一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家庭 包括你的婚姻 包括等等等都可以 从里面得到一个解答 怎么报名呢 那我最近呢 刚好有要开一个下午班 跟一个晚上班 那我的报名电话是在新北市 新电7中央路73号 电话呢是22180313 欢迎大家共同来演一敬 是 原贵法师 你在中港到场 而且你在别的地方开课 要怎么样找到你呢 我的电话是0910529479 好 希望学员更多的人在旧近来上课 你有几个地方 我目前是杀戮跟无期 两个地方 旧近的朋友 如果你有亲戚 都可以欢迎来上课 学习一经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可以帮助他人 谢谢三位法师接受访问 谢谢 感恩 谢谢主持人 谢谢雅琪师姐 同时我们也感谢收看 用意立人天 师父混音禅师开示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落作梦想 地灰灵灵 交代前 万光离心 祝福生 万物相传 遥滚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